拿著手機秀出螢幕 這位女子勇敢站出來 因為自己照片被盜用 還被PO上不雅文章 變成受害者 就是這張照片讓當事人傻眼 他回想 這是和朋友視訊聊天 結果被截圖外流 還被PO上偏門工作的社團 寫下真男友 還列出一堆真男友條件 但最讓女子無法接受的是 性暗示意味濃厚 讓他決定報案提告 最惡劣的是最後一句吧 就是帶有性暗示的東西 不只會讓我本人覺得不舒服 那看的人相當的 也會覺得不舒服 一個PO文被轉發 嚴重影響女子生活造成困擾 雖然針對轉發者 一個一個私訊要求刪文 但PO文已經被散播出去 恐怕也被不少人截圖 就是公司跟家裡 這樣兩點一線的來回 那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跟誰截圖 該者貼文內容 存有諸多不雅言論 同女覺得自身名譽受損 被盜圖亂使用的情況 在網路上已經見怪不怪 但女子認為 不對的事情就是錯的 更不該當作沒事 自己名譽要自己捍衛 已經收集好資料 不讓類似的事情一再發生 讓更多人變成受害者 記者楊室五 高雄報導 過年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四公升的物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連續來噴八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你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兩到四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